或是各位太太需要相信一件事 當你發現自己重了幾磅 腰擋了幾寸 手臂好像大了一點 這些改變可能身邊的位置完全不察覺 可能只不過是因為你經常看慣自己 自己對自己挑剔 所以你才會覺得全村人整個世界的人 把所有焦點都集中在你的幾磅肉上 但其實這並不是事實 你的朋友如果是愛你的話 並不會是因為這樣而嫌棄你 你試想一下 如果你的朋友有一天多了一個大頭男 年紀大了 臉皺了 肉鬆了 你又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嫌棄對方呢 我相信你們不會的 所以其實同一個theory 一樣可以apply到自己身上 你要相信你們之間 其實是因為共同擁有很多很珍貴的經歷 所以你們才會在馬齊 再者 其實作為先生 一定會感受到太太那種無私的奉獻 為了你為了這個家庭 生為小朋友 所有事都在所不計 其實這種偉大才是最珍貴的 所以作為先生 應該無時無刻 讓你們的太太知道 其實無論他們的外在條件變得怎樣也好 你們對他的愛是不會轉變的 只要太太得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相信他們同樣都會願意把他們最好的一面 奉勸給他們的先生 到時太太們又繼續努力一點 做多些運動 吃多些健康的東西 有一個好的體魄去照顧自己 照顧你的家人 照顧你的小朋友 那不是更加好嗎 謝謝